下一位分享者 林真啊 林真也是进入超级生命运营系统 卢法师兄啊 他是参加了这个 去年的6月15号的大型音乐点唱会 以后啊 他就见证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能量啊 他七岁不能走的孙女啊 竟然在他参加音乐会以后啊 这个孙女已经会走路了 那后续呢 还有林真还有收到非常多的领悟 我们请林真来为我们分享 老师好 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 好 我是来自圆岭的林真 那我是在2019年的4月啊 开始来加入精英会 那那时候 超级生命密码的书 我也很认真的 很快一两个礼拜就把它看完了 然后 然后 又买了就是我们有那个淡淡基 因为有淡淡基 所以很方便的 可以很认真的 开始 那个做那个 我们的心法 步骤123 那因为呢 我是有一个孙女 她是复健了 从出生3个月一直复健到 那时候是7岁 那10岁就应该就是6岁多了 那所谓医学上说的那个 黄金 黄金6岁 就是已经超过一点点了 那呢 那时候她还不会走路 她只是会站着 就是像小孩一回一十岁的小孩子 可是她就是踏不出去 那那时候我真的也是很担心 所以我一直出到超级生命密码 知道我们这本书里面有心法 那我就跟我女人说 我要来认真做 那所以说 透过我认真的做心法 步骤123之后呢 然后参加导师 就是那时候回来 老师有回来 我的音乐会讲座 还有实修实练的课程之后 等了一个礼拜回家 我女儿跟我说 这个礼拜进步很多 而且就真的走出去了 所以真的很感恩 老师的超级生命密码 也非常感恩 连续给我们的祝国 那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人世间的事 就是要用智慧来处理 那超越人世间的事 就是要用心法来处理 所以这是我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 接受到的第一个礼物 那我孙女会走路了之后呢 当然她现在也进步很多 她可以在家里自己走来走去 那出外的时候就是 昨天我才看到 我出门在那个全年的前面看到 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 就是两个人一个人 一边手牵着手 把她牵出来说 要去附近 要去教室上出建课程 那我看了也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那我相信说 在我继续努力做心法之后 有一天她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那我再分享 我还有一个礼物 这是 我的妈妈有一次她不小心跌倒 跌到水口里面去了 结果她就是被送到原基的急诊室 然后处理好之后 没想到原基的医生还说 那不行喔 还是要送到那个着急加护病房 那这样就是变得比我们想象中还严重了 所以说她到了加护病房之后 我们就只能去看她 刚开始好像是她的手不是很严重 可是结果她变成说没有几天之后 因为医生说她是老年人躺着太久了 所以她就喉咙被扛住了 结果她就变成被插管 不然就被联络我们说她被插管 然后我们赶快就赶过去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赶快带了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 去给我妈妈睡 但是义姓姐在经营会里面 有跟我们分享说她的妈妈的事情 所以我就带了书过去给我妈妈睡 那那个护士小姐也非常的配合 赶快把那个书 四本书把它包好 就给我妈妈躺着睡觉 那我妈妈那时候的情形她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她就是因为她的喉咙被卡住之后 虽然她后来有训练到出来一般病房 可是她后来因为卡住 医生说一定要弃切 弃切才能解除这个问题 那我们刚好 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的犹豫 那我弟弟就说 我弟弟最后是决定说先让她弃切 她说看那个电脑资讯里面是写说 弃切之后还是可以复原的 所以就是先弃切 那变成说我妈妈就是进去两次加护病房 那后来我妈妈是真的 在我呢 我认真做新房 我弟弟认真去找医生的情况之下呢 我妈妈出院之后 她又去住那个疗养院 去住了三个月 那在那边呢 因为她弃切之后就是喝东西 还有弃切的部分 她是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来照顾 所以我们就是让她住在那边 那我们透过医生 我弟弟又去找了绒肿的医生 然后让我妈妈再去绒肿诊 因为当机的医生说他们就是到这里 没有办法再做治疗 所以找到绒肿的医生去诊疗之后呢 其实医生都没有开什么药 她只是教我们要怎么让她把鼻胃管抽掉 再来就是把那个气切管抽掉 那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呢 到了第二个月她就已经把鼻胃管拿掉了 然后再训练她吃东西 是从流子的东西吃 就是比如说像从婴儿怎么吃东西 我们怎么一位婴儿吃东西 我就是怎么弄吃那个油脂的东西 给我妈妈吃 那到了两个月之后 到了第三个月 我妈妈的气切管就拿掉了 那拿掉之后呢 她恢复得非常好 现在在家里也很健康的 可以在庭院里面走来走去 在家里面也可以走来走去的 所以非常感恩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让我们学习宇宙天地的这个祝福 也让我妈妈能够在这么 就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都是生命奇迹啊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如法师修 怎么能够得到天地的祝福呢 在这个系统里面 自助人助天助真的是我们学习之后的那个祝福 那还有我的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去年 去年的大概也是这个时候 那时候是祝福神经痛 有一天精英会回去的时候 本来是有一点痛 筋腹有一点痛 结果有一天精英会回家的时候 我吃了又吃了一滴那个叫棉霧 吃完之后我痛到不行 痛到那天晚上我几乎都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站着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赶快躺下来 那时候我听我们导师的因为有太阳清音乐 我就整个晚上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之后白天也是听清音乐 经过隔天我有去看中医师 但中医师也帮我针了一针 之后我就是这样子吃中药 然后加上每天就听音乐 因为几天之后也差不多 药也刚好吃完了 那个坐骨神经痛也刚好就好了 那这个时间算是很短的 差不多是一个多礼拜 两个礼拜左右就完全好了 以前我曾经痛过一次是 痛了八个月都没有好 所以在叉码系统学习 我们的能量真的可以增加很快 然后又导师给我们这么多的方法 听音乐 然后做心法 然后又可以去外面发书 经过我们内外双运之后呢 能量提升很多 那我还有一个孙子小孙子 他小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不好好睡觉 每次睡午觉 他就是在那里唱 像那个小孩子打到怕 会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就是要把他抱着摇一摇 然后摇了很久 有时候还不睡觉 他有时候还会大哭 那因为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 我们有蛋蛋机里面 他刚开始是喜欢听那个一声为爱手后 所以每次他要睡觉 我都是把他放那个一声为爱手后给他听 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听一声为爱手后 竟然会那个好像要哭的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再放给他听了 这个好像是说他已经听懂这一首歌的意义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不敢再放这个歌给他听了 然后我们就听放感恩世纪剧 还有《你嫩丑》 然后他就会午睡就睡得很好 也就是甚至于说他有时候 我们唱感恩世纪剧的时候 他还会跟着我一起哼一起唱 非常感恩我们太阳生德导师 創作的这么多的歌曲 那我们在生活上也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那最近呢我先生也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那个品质很不好 然后他也开始如法实修 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差不多 每天做心法步骤123 已经四个月了 那这四个月中间呢 我们又加上晚上睡觉之前 又做了一个精彩登天心法 那做完心法之后 他最近真的这些睡不着觉的事情也解决了 而且他高血压 本来有时候高血压曾经飙到180 然后现在也降下来130左右 那这个中间他也买了我们3月13号的 兵院会的票 他说把这个票的功等回向给他自己的负能量 所以他在这一阵子也高血压方面也已经维持得很好 身体健康也就是把找回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这里如法实修真的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全方位的父子 那非常感恩玉姓姐也感恩玉玲学姐 然后也很感恩惠芬学姐 还有很感恩我们超马家人很多人的关心 互相帮忙 感恩大家感恩天地感恩导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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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